Hello 各位好 欢迎回来 Instagram上有上百万粉丝在欧美销量 已经排在惊人的top 10的品牌Vobaya 许多朋友在第一次试穿的时候呢 容易有选择困难症 所以趁着年底的活动呢 今天我帮大家整理了4个系列的测评 看完你就会很清楚自己适合的选择 他们的鞋子呢主打的是非常轻便耐造 很轻巧丢进洗衣机里面洗就好 非常好打理 夏天呢主打的就是懒人鞋一脚灯 但冬天会有一些长靴的款式 我觉得当下是非常适合的 比如这双膝部靴 它是一个新款很经典的小尖头带粗根的膝部靴的一个款式 也是他们家主打的环保材质 靴筒上的图案呢是电锈的非常精致 我觉得这双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呢 整个靴子的材质是又透气又防水的 冬天下雨下雪穿踩到水完全不用担心打湿鞋袜 我们用水龙头的水流测试一下哈 确实很直观 那这个根呢大概是7.5公分的样子 算是一个高根 但因为它是粗根 所以走起路来是非常稳的 踩进去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鞋垫里面 贴合脚掌的部分它做了一个足弓的支撑 所以走起路来呢完全不会累脚 西部靴的搭配呢也非常方便 那最方便又保暖的搭配就是直接套在牛仔裤上面 穿一个宽松的oversize大外套就已经很好看了 因为靴筒的部分呢它这边是有一点宽度的 靴口空间大 面料呢是有一点弹性 穿脱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牛仔裤塞进去呢不会鼓鼓囊囊的 也有一个修饰小腿线条的作用 不挑腿型 这段时间呢刚好是年底 我还是喜欢搭配一些有节日气氛的针织 当下最火的针织呢就是这种费尔岛毛衣 我的借鉴之前跟大家是介绍过的 但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搭配这双西部靴 红色呢是酒红色的吊吊 又是冬天 钮扣也是仿木质色调的复古小圆扣 整件的配色呢就无比的温馨 会让人联想到那种冬天喝热红酒的感觉 那这件呢它是一个玫瑰蹄花的图案 我超级喜欢这件领口的部分 很特别很俏皮的这种小翻领 也是非常乖巧的效果 我Vaya的平底鞋呢 去年我是踏踏实实穿过两双 乐福鞋和玛丽针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旅游走路 它们的平底鞋系列是非常适合的 光脚穿呢其实已经很舒服了 因为它这个后跟的部分呢 是加了这种防磨脚的软垫 但是秋冬呢我更喜欢在里面搭配一双袜子 所以这个系列的单鞋是四季都可以穿的 如果第一次买它们家的平底鞋呢 我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这种类型 这双是一个热卖系列 有不同的图案可以选 比如小猫啊什么猎豹啊 企鹅的这双也特别可爱 那我的这双呢是一个蜜蜂 那一支呢是写了happy 另一支是蜜蜂 所以配在一起是be happy 它也是垫绣的图案 所以蜜蜂的翅膀的纹路啊颜色啊 这些细节的地方看起来都非常的精致 它们家所有的平底鞋都是又轻 然后又可以随意的折叠 穿脏的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洗就行 非常方便也不容易变形 因为它们的材质呢是一种细密的编织感 有适度的弹性 所以宽脚的朋友 拇指外翻需要多一点点空间的脚脚 穿这双也会更舒服 这双可以搭配一个同样很有活泼感的上衣 我身上的这件呢是拉链开衫式的 那这个图图图案呢不会特别的具象 是非常温柔软糯的一个剪影 再冷一点的话呢 还可以在里面搭配一个高领的针织打底 门巾这边呢是一个双开的拉链 而且这个拉链的部分它会有一个棉线的材质 图案是蓝白灰的撞色 特别有北欧圣诞假期很温馨的感觉 所有的细节处呢都处理的非常温馨可爱 平底一角灯里面呢还有这一双也非常好穿 它是一个小方头的单鞋 所以脚尖的这个部分呢是非常舒适的包裹感 不会夹脚 那这次呢我买了正红色的这双单鞋 同样是环保的材质 那鞋垫的部分呢也有足弓的支撑 后跟的部分也是加了防磨防起泡的软垫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双呢 因为请大家看它的选择有多么的夸张 几乎日常所有的颜色甚至图案 都在这个一角灯的系列里面 而且大小呢都是可以半码半码的选 所以喜欢更舒服的话大家就可以选大个半码 尤其秋冬喜欢搭配袜子的话也会更舒服 还有一双呢我也会觉得很值得尝试 就是这双袜靴 这双呢非常适合搭配大衣长款的羽绒服 就算穿那种很厚重的大衣外套哈 整个人的线条看起来也是非常干练的 腿部也很显瘦 喜欢长靴或者是瘦长靴型的朋友呢 就可以选这一双 过膝靴的筒大家知道很容易往下滑 但这双呢它里面有个加绒层 保暖又方滑 和大衣搭配还有和紧身裤搭配 看起来小腿呢又直又长 因为它是高弹的面料 所以脚宽的朋友 脚面高的朋友就完全不用担心夹脚的问题 弹性的面料呢 有完全舒适的包裹着走路的这种着力点 穿透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外观呢看起来是袜靴 但其实也是防水的面料 所以不用担心打湿脚会不舒服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Vaya的款式呢特别的多 所以很容易犯选择困难症 但总体来说呢都是很好穿的那种非常轻便 而且真的是很容易打理 正好也是在年底黑五大错的这个时间段呢 我就帮大家整理一下 他们值得尝试的这些款式 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啦 这也是刚货麻烦的Hot Tal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